Bluke Line的 Chestnut Hill 今天有一栋新上市的房子 大约2600多平尺的居住面积 加上600多平尺的装修过的地下室空间 屋主在2010年的时候 花了894,000多买进 装修了厕所、地下室 更换了暖气、空调等 现在上市要价97万9千 这栋房子的优点主要有 1.自然光线 这栋房子的自然光线分布很均匀 即使在阴天,光线的分布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2.布局分布 房子的布局非常传统,也很合理 进门左边是餐厅和厨房 右边是厅和family room 2楼呢,主卧与其他三个卧室之间呢 相隔的较远,有较多的privacy 除了四个卧室以外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房间 可以作为书房使用 这样的布局呢,居住起来会比较舒适 3.地下室装修 屋主呢,对地下室的装修还是很成功的 整齐大气 西顶灯呢,对地下室的光线调整呢,效果也很不错 此外呢,地下室还有一个新的权位,非常方便 4.主卧 主卧的设计很宽敞 而且呢,房间的顶高呢 借助了屋顶的形状设计 显得非常高 感觉很亮淌,也很舒适 这栋房子的缺点是 1.路况较忙 Beverly Road呢,经常有车辆走这边Shortcut 所以呢,这个并不是一个非常安静的居民小区 2.离地铁站距离 这栋房子呢,离Chesna Hill的地铁站呢 大约有一脉半路 所以说呢,步行的话要大约30到40分钟 这点呢,对于需要撑地铁上下班的家庭来说呢 并不是非常方便 如果您对Bruke Line这个城市感兴趣的话 可以看一下我写的关于这个城市的简单介绍 然后再来看看我 在这边的城市感兴趣的话 我会在这边的城市感兴趣的话 这边的城市感兴趣的话 我会在这边的城市感兴趣的话